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尼 咱们在这里呢,终于看到了我的徒弟 来 刚才他们两个以为我拍他们,他们也招手了 今天的作业做完了没有 挂了,对不起 给你布置的一个视频,你都没有做完 大哥,我不跟你说 我就生了这么唯一一个徒弟,你还不争气 我开始争气,明天我想想点 你没有脚啊,杰树鱼咋说 你没有说杰树鱼 好不容易给你取了一个威武霸气的名字 叫若枪礼仪刀 杰树鱼这个时候 然后还不好好完成作业 等会冬的杂里,老天们看到的很大小 老天们 好了,开始切料子了,不开玩笑了 听说你病了,全国人民都挂你 今天晚上请你去吃饭 我还以为你说今天晚上请我泡个脚 好,咱们开始切这个女孩子的料子 它是买成5000块钱 然后第一次切,切失败了 然后我现在重新又补了一块料子 它是爸妈七十大寿 然后她是希望出一个龙凤的牌子 就是一队的龙凤牌子 然后再出一个无视牌 一个是给爸爸,一个是给妈妈 然后再出一个核桃手串 好了,现在咱们开始吧 这块料子的话,我们这个粉丝 他是想做一个龙凤牌子 就那么一队的那种龙凤队 龙凤队 讲这个河南普通话 真的给我讲的 然后再出一个无视牌 然后其他的做成核桃手串 我以前要求太高了 能说这些 哎呀,能做多少做多少 快点师傅 现在他是我师傅 现在,呃,现在我是若枪 我是若枪软一刀 哈哈哈 先换,先换刀片 这刀片不好用 有个好用 因为它料子小 这么好用 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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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大一点的平安排出不了了 龙凤队没有包子 龙凤队可以出 但是大一点的平安排没有 可以出一个小一点的平安排吗 尽量吗 好 平安排出来了 小伙伴们 就刚才那个料子啊 切到一半以后 然后就是前面的都切的 出的很好 但是后面的料子啊 就是 哎呀,切的不行 碎裂太多 然后我就说 现在带李老师去家里 亲自去挑料子 反正我必须要 一定一定 要让我满意 让客户满意 就是 天哪 我这个样子哪里像生意人 哎呦,我的天哪 为什么你要说傻子 你要说我是个傻子呢 我说你不懂又 就是意思又是你不懂 但是你买这个 那石头真不错 买得挺好 哎,我要是不懂 我能买到这么好的吗 可以吧 可以吧 这个切核桃 这个颜色可以好 只有这个切吧 正好能切一条 颜色也大 好吧 好 你就扔桶隔开 把这个好的买给客户 人家不满意 夸你好 你也好 石头也好 行了 行 OK 走 走 现在可以去 走 切不出我满意的 我今天就扫在你那 哎呀,好想玩这么一条 看 看 终于出来了 天哪 终于切到满意的了 感觉就像切下一块油一样 好了 好了 半个月以后 半个月以后 咱们看成品